第三季度呢 那个恒生指数呢 卢得14%的胜幅呢 所以呢 当这个季节的时候来到呢 基金也趁高位 就是获利 其实这是一个投资的策略 并不是代表他们对那个 股市的后市呢 有个缺乏信心 而且呢 最近那个恒指呢 就是比较反复的波动 所以呢 他们也应该会有机会呢 从第一位再次吸纳 所以现在他们在高位的固货呢 应该不会对那个大市造成 任何的负面的影响 相信呢 第四季呢 他们也会呢 持续的吸纳一些股份呢 作为一个第四季的 一个投资的策略